信任了 要不然这样吧 你要是不放弃的话 你以前也是做这个拓展教练的 要不直接现场给我们来一个销售吧 对 到底可不可以销售什么 我觉得也应该是行动试一下 因为讲我确实说不过你 陈总嘛 我觉得陈总和我属于一类的人 哎 跟你是一类人 你看得很准 你看得很准 物以类聚人意区分 的确是 选对了 这是你上台说的最正确的一句话 你们讨厌 你好陈总 哎 你好 听说咱们公司是要这个 做这个拓展是吗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打算 公司人不多 不到20个人 但是呢 我们主要是做投资 高智商人群 都是老人呢 还是说是有新人进入 一半一半 那就是需要团队破冰 然后希望这个 把这个新人融合到老团队里面 先别聊那么多 多少钱吧 首先上午场的话 三个小时是2880 然后20个人以内 下午场的话是4880 然后是也是20个人以内 如果人多的话 就是超过10个人加一个教练 一个教练400 那也跟别人的拓展的这个价格 也没什么优惠啊 我们店的价格确实是这样 这个也只能说是尽量去用服务来弥补 我还没决定要干这件事 那可以留个微信 然后当有需要的时候 咱们再联系 然后我顺便把我们的公司介绍啊 这些东西给你发一下 好好好 人家国斌 我觉得你这个考核 让我觉得真的太一般了 不可能刚才在给你考核的时候 他给了你很多次机会 而且运动 做团阵的话 刚好有强身健体 有两个点你都没有抓住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了两年的消失 还是这个水平的话 我真的觉得挺一般的 就他已经不是在能力层面 能力还是一伙在聊的 那差得太远了 在态度层面就有问题 作为一个销售 高高在上 没有一个目标感 我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 我给你留了多少口啊 这个你们说的确实对啊 其实这个态度这个问题 我得向你们道个歉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情绪波动啊 这点我得以这个控制 然后的话 我那时候主要是做主教练 不需要 基本上不需要去和别人 去沟通这个价格 然后包括这个产品这个问题 我主要做的是2C的 线下销售 你是来面试销售的 我们只是选择了一个 你熟悉的产品 因为你如果是来面试教练 那是另外一个 我不是面试销售的 我是面试这个培训类 或者是说是综合型的 所以其实国宾 你的面试的写的是高管 是吧 高管是一个称呼 他高管也有HR的高管 或者是销售的高管 那你这边还是 做什么样的高管呢 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最主要的是实战机会 至于什么高管 什么职位 包括这个什么名头 其实我都不看中 包括多少钱 只要够花就行 哪怕你不是总经理也可以 但是我想要个实战机会 就这么简单 贵国兵 你聪明 但你就是太高看自己 你刚刚上来的那个态势 我不知道是你故意策划的还是怎么着 你把自己简直是夸到像是一个营销高手 基本上什么都懂 那到了现在进行了实力的展示之后 你自己内心可以感觉到 你有些情绪的活动 虽然一直在调整 你何必高开低走 所以咱们就谦虚一点 实在一点 你要出薪资多少 不低于愿 低于不限 岗位再确定一下 第一意向是什么岗位 懂住吧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谋士类型的人 来吧 第一轮选择去火力 贵国兵 我觉得你在简历上的一句话 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贴切 在职场上面就是善良的流氓 在职场上需要更职业 更专业给企业创造价值 而不是需要流氓 这个我理解 这确实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是需要精进 所以说才能导致这一步 因为好多想的东西还没说出来 其实国兵啊 你在这儿啊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 特别自信 特别好其实 但我觉得呢 其实如果你以后 想往职场里面走得更远 或者是你想职位 做得更高的话 我确实希望你自己 能够更多的有一些 对我自我的认知 能够更强一些 到底哪些 就是哪些点 去能够表达你的专业 到底什么时候该收 什么时候该放 再见到你之前 我其实有一点 学历无用论 我会觉得 社会上的历练 才是最重要的 厉害的人总能走出来 不管你是什么学历 但今天我们看到 你是善良的流氓也好 或者在对应到你的 整个今天的状态 在对应到你的学历 我会觉得 恰恰你可能缺的 就是那几年的书 这些书不是在 你日常生活中 工作中能够学到的 是浸泡在象牙塔里 感受到氛围 被熏陶出来的 那种素质 你缺 一个人的资历 也必必带到 他就有能力 如果精力 可以拿来说事的话 那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这些人 都可以成为 一个销售培训者 一路走来 不容易贵国兵 恰恰是因为 摸爬滚打不容易 所以更加要珍惜和 转化当年的经历 转化成经验和能力 以后少夸夸其谈 多拿实力 说话说得越少的 那个人是 最有能量的那个人 谢谢你 再见 谢谢